那么今天来聊一聊 人为什么要执着 人的执着 实际上就是在心中 长此以往注入了一种 负能量 而这种负能量 就是以为自己是对的 所以他才会执着 他因为他自己 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所以他就执着了 我这个事情一定也是对的 因为执着实际上 就是在人间不停地 使用着恶念、恶语、恶言 然后对自己 所有的人间的一些思维、行为 都有偏执 认为自己是对的 认为自己不会做错的 曾经接受的一些理念都是偏执的 让他不能找到正直的 一些实际上的 一些实际上的 一些善和恶的理解 所以他就执着地去做 他认为所对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一个执着 所以人过分就是执着 一定要怎么样 那就是执着 所以一个人能够学佛 中庸之道 对任何事情适可而止 他就是不执着 我们今天学佛 如果拼命地去执着于 为自己的家人、孩子 去修 去帮他们解脱 而自己忽视着自己的 学佛精进和基础的基本建设 他就会慢慢地觉得 自己会对这些事情 家庭的事情会越来越执着 等到不能解决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世界很多事情 那是恶的 所以 我们人 不应该在一条道路上 认为自己都是做得对的 我们人更不应该在自己 没有涉及的一些领域当中 偏执 佛教的 理论 认为 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是 明明众生当中 把自己都搞得 有点像偏调一样 就是对什么事情 都认为 以我为中心 不以众生为中心 这个世界本来都没有 连我都没有的 后来才会 慢慢地 伸出 这个我来 所以不管什么事情 实际上 能够真正地 不执着 就是放得下 想开了 就是开悟 所以善恶 连善恶本来都是因果的一种 因为当你得到果的时候 你感觉 你做得对了 但是当你 种下的恶因 得到恶果的时候 你想 我做得对的 为什么会得到这种恶果 就会偏执于 这个世界的不公正 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 才会产生一种 抗 对抗的情绪 在心灵当中 有一种扭曲的 和放不下的感觉 才会出来 所以 因恶果 善和恶 并不代表好和坏 我经常讲 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房 不管别人吃了死活 这也是个好医生吗 我们 必须了解自己 这个世界的一切 必须要正思维 这个世界的一切 可能 正在按照 你所不能想象的 轨道在进行着 所以你根本不能用 自己认为的 对人间 你理解的这些 知识和原理 来 辩论和验证 你自己 对这个世界的 一切的认知 所以 长期积累的意识 和发泄 这就是你的执着 长期 积累的意识 实际上 很多的恶意识 已经成为你的业障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爆发业障 激活 和爆发成为灵性 实际上 这都是一种执着点 所以人 要去除执着 首先要学习 第二 要改变 自己对事物的看法 要多听 别人讲 多听 高深大德 来理解 这个事物 所以希望你们 趁自己 还明白的时候 好好地学佛 当你们 在迷惑人生的时候 你们赶紧要忏悔 所以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一个人 实际上 能够理解自己 就能理解别人 理解菩萨 你就能 真正的 对菩萨的 所有的 智慧 你 会和佛的光 合在一起 所以就叫 生明 生光 生慧 心中生出 明白的人生道理 生出 佛的光芒 生出 佛的智慧 智慧靠什么 生出来的 不是靠你在人间 乱闯乱跑 撞得头破血流 而 总结的经验而出来 而是靠着你不断地修心 念经 不断地寻找一种 自身的 本性 或者早已存在 在我们内心的本性 而被我们 遗失的 本性 你才能找到 这个智慧 大家要知道 一个人 想通了 实际上 他就明白了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 想通的人 万事皆空 想不通的人 万事皆不通 所以 我们做人 很多人 第一辈子 就是想不通 所以想不通 才会跟自己的孩子 作恶 才会跟自己的 妻子和太太 作恶 想不通 人 才不会改变 自己的 这种负能量的观点 所以菩萨 都改变不了你的因果 所以很多人 学佛 必须要 给自己一个空间 要能想通 想明白 因为 人 本身 就不能看穿 人道的 任何的 自己认为 这是对的 和不对的道理 实际上 这是由 自己 内心的 智慧 而产生的 一种对 人间事物的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想不通 当你理解正确 你就想通了 当你对人间 什么都想不通 说明你对人间的 任何道理 你都不能够理解它 举个简单例子 当一个人犯罪了 那是因为他不懂法律 他不能理解 在人间做人 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当他能够理解 应该怎么样做人的时候 实际上他想通了 他知道人生一切无常 他知道人不应该去争 不应该去贪 不应该去恨 更不应该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 这就是人和动物的不一样 能够想通想明白的人 就能超脱动物的境界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动物才会吵架 打架 动物才会 拼命的撕咬别人 而我们做人是有理性 有智慧的 我们没有必要跟动物一样 去咬别人 所以人家说 狗咬狗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吃了这个苦头 不懂得人生的价值 不懂得人生为什么而活着 所以他一辈子就是活在痛苦当中 一辈子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一辈子就是活在 不能理解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人生的差异和人生的差别 听众朋友们 大家要明白 要有智慧啊 不要骗自己 想一想我们的一生骗了自己多少 想一想我们的一生 不是被自己害的吗 当自己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别人怎么规劝 不听 最后被自己的执着 和偏激的观念所伤害 我就是不听 我就是要这样 最后伤害到自己 良知良能 本性 所以能够想得开 放得下的人 他一定要懂得 真正的人间 是应该有智慧人而生存的 真正的人间 是应该有那些 有智慧 懂得 有佛理和文化的人 才能生存的空间 所以现在很多人 大家都在学佛 大家都在进步 很快的就看出你这个人 什么样的素质 台长经常举个例子 就是到公司里面去 应聘 你穿着打扮 言语 言谈举止 都代表你的一个人的身份 和你的价值观 所以你今天 温文雅雅 让别人看着喜欢 实际上你已经 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孩子 所以希望你们要明白 学佛做人 不该做的事情 坚决不能做 不该想的 坚决不能想 不应该去 说的话 坚决不能说 所以 不该想的叫非想 就是我 不该去想 但是我有时候 又想去想 但是想到最后 又想不出一个道理出来 最后还是回到 不应该去想 所以这就叫非想非非想 好之为之 好好努力 所以人 一定会境界提高 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